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韋 这次要介绍的是NX Edge Style 下轨玩加魂web商店限定白虎玩 同样是两只一起介绍 通贩补玩古早主角群阵容的经典机体下轨玩 还有七魂中明显是出来坑前的龙虎玩牙种白虎玩 这系列有收的玩家都知道 后期角色一只比一只还原 角色还越出越奇 却老有键盘嘴炮玩家只会喊阿魂阿魂阿魂的跳针 现在NX已经补完斜战脚下轨玩猩猩邪虎宇宙龙神了 你还停留在龙神龙王刚出的时代 瞧晚那摆在现在发售定价会是两倍起跳品质又撑之不起的阿魂 七魂系列也就罢了 证实角色还只会键盘嘴炮而没有付出 你跟我说对这作品有爱 呵呵 NX Edge Style下轨玩内容物包含本体 替换左手平手与右手握圆盘手各一 组装长枪一把 组装背后飞盘一组 NX系列制式支架一组 如果你小时候有买过Takara版的下轨玩 然后看到这支NX突然觉得你谁阿 跟我记忆中长得不一样阿 那是自然现象 把Takara的体型跟NX比两支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但NX虽然小支 价格越来越贵 可动也阳春 一直以来最大的优点 却是在符合原作外观的同时 又用现代技术把身材体态与机体特征做到 用现在的审美感来看仍然不落人厚 让人感觉很帅 在保有怀旧氛围的同时还创造出了新鲜感 而这系列的另一个优势就是或许分件简单 但涂装一点都不马虎 零件成型色的半光泽带有良好的质感 金漆 银漆没有省略 而且漆面平整 眼睛上色也不会有廉价感 该肩该力的地方不会偷懒 从小细节到大范围都维持着稳定的质量 下轨玩在设定上属于力量被封印后的削弱版 所以在整体华丽感上 以魔神2小伙伴机体来说有点朴素 但NX把这支做的分量十足 跟猩猩龙心相比手感扎实很多 手脚的色泽以及爪子的锐利度都很赞 半光泽绿与银漆涂装效果比预期的还好 不过外观好看的代价是可动爆干烂 等一下会做重点介绍 背后主要重点是喷射口 还有代表性的飞盘 装上飞盘后替这角色增添了宗教方面的仪式感 而且让分量变得更足 本身涂装也漂亮 很加分的配件 长枪有点偏短 变成了像是法杖般的武器 但是枪上独特但有点滑稽的魔神脸 忠实呈现这点加分 这支附了专属手势 可以把背后的飞盘拿在手上 不过盘子很重 肩膀关节承受不住 所以把玩上效果偏激了 NX Edge Style 白虎丸内容物包含本体 替换手型平手一对 与变形老虎替换剑一套 能三变的组武装剑盾一套 NX系列致式支架一组 作为龙虎丸附属的鞋虎丸升级版 但因为兼用卖产品的意味实在太浓厚 所以从预定开始就非常的不讨喜 不过拿掉厂商肮脏的资本主义嘴脸 单看这支的素质其实相当不错 龙虎丸的蓝红白金配色 有点过于鲜艳太子功效 所以不是每个玩家都看得惯跟喜欢 而白虎丸黑白红配色没那么显眼 却反而凸显了这支在外观设计上的锐利帅气 意外的很加分 这支跟龙虎丸的差异除了配色外 只有脸部改成像是猫须的外观 而头是从金色改成红色能少点涂装成本 但在外观上则多了虎丸热血鲁莽的气质 一举两得 当然塑胶半光泽成型色加上稳定的涂装 整体的质感还是没话说 这支胸口的老虎头配色 有点致敬猩猩血虎丸的头部色泽 但这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除了兼用零件的部分外 在整体配色方面既不血虎也不猩猩血虎 没法让人看一眼就联想到驾驶员是虎王 所以代表性低了很多 肩甲是七魂风格的龙纹 与龙虎丸是幻色头模 而手脚则是兼用NX血虎丸 翅膀是以NX血虎丸为基础 但技艺有加大零件 大翅膀对机体的帅度多少有加分 这个盾剑的结构跟之前的龙虎王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好处缺点全部都寄成了过来 首先盾牌要装上一个额外的零件 这样就可以连接在手背上 那第一个北蓝的点呢 就是你剑要插进去 其实不是直接就这样单纯插 你一定要把盾牌的这一个部分 给先拆下来 然后剑呢就按照它盾牌里面的一个形状 给收纳进去 然后再把盾牌的这个老虎头给装上 来完成一个剑的收纳的模式 然后你同样 剑也是没办法直接拔出来的 你还是得拔这一片 才能把剑拿出来 三段变形武器的第一阶段 基础的王道剑盾模式 龙虎白虎都有用过 而外观的部分盾是龙形 剑是虎形 刚好夫妻搭配 第二个模式是龙虎王拿来开大时候的模式 就是盾剑一体的一个造型 那这个时候就要把剑的这个握柄的部分塞到他的这一个 这一节里面 但是这个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形态的一个设计失误 就是这个剑装进去的时候 他的这一个几乎是没有固定的卡榫 所以这个剑等于是放上去的一碰就会掉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在把这一片装上去的过程当中 你会有一个晃动的过程 那这个晃动的过程一晃就会把这一把剑又给碰掉 然后这个剑的安装呢又不是在就是又回到这个情况之下 你这样插能够插得进去了 不行你还是必须要把他这一片拔掉 然后再来固定他的这一个零件 确定稳了之后 然后小心翼翼的 把这个老虎头小心的装上去 确保他不晃动 这样子才能完成一个这一个形态的剑盾模式 然后这个很容易掉的模式呢 从龙虎丸到白虎丸都是一样的设计 所以完全没有改善 最饥肋的一碰就掉盾剑模式 概念类似神圣雷神王 这形态剧中主要是龙虎丸开大用的 白虎丸没用过 第三个形态就好变了一点 第三个形态就是要把他的这一个 原本拿来装手的这个零件给先拆下来 再来把他整个老虎头给对翻 然后把刚才的剑的剑尾给装到这个部分 这个零件呢反向插进来 之后达成一个第三形态 就是白虎丸专属的长枪模式 盾牌展开之后的长枪形态 原本藏在内侧的虎头外翻后 遮住了原本盾牌的龙头 成为了白虎丸的专属配置 武器之间龙虎的特征转换设计算蛮巧妙的 白虎丸的变形首先先拆拳头 再来要把他整颗头给拔下来 那拔的过程当中呢 要小心他的脸不要刮到他周遭的零件 导致把他整个脸给刮花 首先可以先把他的头饰拆掉 这样会比较好拆 然后他的头的结构是一个斜插进身体里面的 所以你在拔的时候呢 要往后方插 角度是这样子后推的 来把他的卡榫给拆掉 接下来整颗老虎头向上扳 他设计上一个ASOBI 所以你只要往上扳到固定就OK了 整个腰部往后拉 就刚好拉到一个极限的一个角度 这样就完成了 他整个身体的延展变形 正常形态应该是整颗机器人头 往身体里面挤 但是他的这个结构没办法做到这样 所以你要放一个 有点类似遮羞件的方式 来表现出头已经塞到身体里面之后的样子 但是这个遮羞件必须先跟他原本的角式做结合 然后要注意他这四根脚要刚好绕过他的这个翅膀的结构 然后镶嵌进身体里面来达到一个正确的组装 腹部同样也要塞一个遮羞件 来把他的这一个大坑洞给补起来 手臂的部分呢这个肩甲要往后翻 手臂前方加挂一个外挂的延伸的爪子 最后就是后腿要这样子往前翻90度 再来他的这一片装甲也要往上翻 翅膀调到定位之后把它翻开 这样白虎形态就变形完成 白虎形态把唯一的脸部心膜给拆掉了 所以跟龙虎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虽然这只老虎有点身体太短体格诡异的问题 但好变形又有遮羞件算是蛮加分的 比较的部分跟龙虎相比下轨厚重了许多 加上背后的装备整只可说是胖了一圈 之前的展览已经有真下轨的试作品了 感觉不用等太久就会有消息 图中这只真下轨是当年魔魂真雾的模型版 算是稀有古董了 夫妻的比较 除了脸是不同模子 其他都是单纯换色 武器有做出形态差异 已经是不得了的诚意了 接下来进入可动的介绍 下轨完就是很典型的外观100分 然后可动10 但值得庆幸的是 它背后的这个圆盘完全跟可动没有影响 所以为了方便讲解我们就拆掉圆盘 它这只最致命也最奇怪的一个可动卡点 是在于它的肩膀没有办法上台 是可以上台 但是它的这一块会卡可动 再来它装甲的这一块也会卡可动 所以你在肩膀上台的情况之下 这两个零件都有可能会卡它大腿 然后它整个肩膀上台之后的形状也不好看 包含它肩膀这样看起来是左右不对称的 然后里面也是空掉的 还有一点是它的这个肩胛连接身体的这个卡榫 只是单纯放上去的 几乎没有摩擦力 所以你只要手背一抬的时候 就会把这一片肩胛给抬 抬的时候就会顺便碰掉 所以这个肩膀在设计上是 不好上台 抬了也不好看 然后又容易碰掉装甲的一个饥肋设计 所以这次的主要关节吃的就是 它的肩膀上台的可动 再加上它的手肘 可以平面回旋再加上一个90度的抬起 它的手肘是有点带斜切观念的 所以平常可以这样 然后再来90度旋转之后 再上台 所以对于一个短腿角色来说呢 它的这一个手肘的可动性 能够让它握起它的长枪 做到一个图刺的动作是够用的 那它肩膀内部有一个拉出式的关节 所以它双手也还可以再往前一点 来达到一个双手持枪式的动作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一个手肘的关节都还是一个 箭肘偏锋达到一个勉强能动的结构 但整体方面来说是不及格的 手腕是单纯的单向插销 但是它肩膀有一个蛮讨厌的地方 就是它连接身体的这一个 外拉式关节设计的很松 所以你手上只要拿武器 然后偏重的话 在往前的情况之下 它的这个手就会往前倒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这个肩膀 完全没有办法承受它飞盘的重量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这个手肘关节 因为很小的关系 所以沉重也不足 再来就是它肩膀的这一块 沉重也不足 所以你只要拿着飞盘 就会往地上垂 没办法做出一个很王道的头直动作 再加上它手也伸不直 所以反正就是各方面都卡就对了 脖子的部分前后 转头的话稍微转过一点 它整个头就上台了 那当然最帅的时候还是整个下额 往身体里面缩来达到的一个煞气感 那你只要脖子稍微一台 整个气势就会跑掉一点 腹部是完全没有旋转关节的 大腿的话就是一个球关连接前跟开 再来有平面回旋 但是同样是因为它的肩膀关节跟它大腿外观很卡的关系 所以它大腿上台也等于没有可动性 只有一点点的围台可动 那因为它大腿上台很弱的关系 所以它的膝盖有一节旋转关节这件事呢 也就显得不是很重要 因为用不太到 所以整个宽部最重要的关节 只有这一个平面回旋够灵活 所以它可以用很煞气的站姿 外八式站姿来呈现一个这个角色的魄力 脚踝的话就是致式关节前后接地旋转 这个关节最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它可以往下拉 来达到一个这个角色浮空时后的一个煞气感 所以总而言之它身上的关节都只是单纯 为了让它站姿的时候变得更帅 但是摆起动作来呢 松的松容易掉的容易掉 然后卡可动的卡可动 很惨 大腿外开跟接地 相比之下白虎丸的可动就好一点 因为起码它身上所有关节都是用的上的 而不是被它的外观给卡死 肩膀上台 再加上它肩膀的球关的上台 大概是这样的可动 上臂平面回旋 手肘单关 有一个将近90度的可动 手腕同样是插销 肩膀是球关连接身体 再加上一个外拉式的结构 所以双手持剑斩棘是勉强做得到的 毕竟是龙王系列嘛 但是这支同样有个通病 就是它的这一个外拉式关节很松 所以白虎如果是手持它的 这个专武长枪模式的话 它的这个肩膀是完全承受不住它的重量的 一定会往前垂 脖子的部分前后 转头的话也基本上是转不太动的 一样是正面的时候收束好看 但是只要一旋转 整个头就会抬起来 这支的腹部有一个旋转关节 但实用性不算太大 大腿同样是球关连接宽部 再加上膝盖这边有一个平面回旋 那因为它整个区块这边没有卡的关系 所以大腿上台没有问题 然后同样的膝盖的关节就有作用 虽然说它的这个膝盖的这个弯有跟没有一样 但是反正关节这种东西就是有了 玩家就爽 平面回旋虽然说只有微转动 但是以角色的站姿站的帅来说是刚好够用 脚踝同样的关节前后接地 大腿外开跟接地 再加上有它的这一个尾巴球关做第三只脚 所以这只站的还蛮稳的 翅膀就是球关连接身体再加上开合 变成老虎之后的可动性 其实就是原本的白虎丸的可动性 肩膀前后之类的手肘弯曲 后脚前后移动 然后翅膀球关张开 那比较特殊的点就是只有嘴巴的 这个下额是可以打开的 结论 下轨丸是必买款 而且的确素质优秀 但因为当年有出过模型 所以不是真的很怨念的珍稀机种 但这个月的新兴邪虎丸 就真的是怨念了 非常期待 至于白虎丸 单体很帅 又是夫妻机体 理论上有其重要性 但商业手法太刻意 又只是暂时形态 非正式的虎王后继机 所以并非是一定要买的东西 忍一忍就过了 以上就是本次NX Edge Style 下轨丸与白虎丸的介绍 详细的图文说明 请点击下方的图文网址 那喜欢阿姆维德文章 请记得订阅阿姆维德文章 阿姆维德文章 我们下一篇文章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